浪漫的情人节 在烛光下品尝一只 用香气浓郁的鹅油 所油风出来的鸭腿 是否更能够增加节日气氛呢 今天我们为你介绍的这道料理 名叫做普罗旺斯油风鸭腿 墨鱼的鲜 干贝的甜 搭配芦笋的爽脆 意大利的风情展现无疑 今天我们就要趁着情人节 为你介绍这一个墨鱼干贝煮笋面 拿手烤菜 今天我们为你推荐的金牌主厨 这是夏志伟 夏师傅 他是法国兰代厨艺学校毕业的学生 曾任法国在台学会的特聘讲师 并且在很多的杂志报纸上面 还会著有小专栏 现任小酒馆的餐厅主厨 接下来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普罗旺斯油风鸭腿这道料理所需要的材料 究竟有哪些 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个是鸭腿 这可不是一般普通的鸭腿 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选择的是一个 进口的法国鸭腿 我们用一只的鸭腿在这个地方 另外这一盆是鹅油 大约是300公克的鹅油 在这边 在一些蔬菜的部分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高丽菜的菜心 胡萝卜把它切成这样子椭圆形的椭圆状 另外有一些绿色的花椰菜 作为搭配的蔬菜 这边看到的绿色的 我们是用荷兰芹把它切成的末 荷兰芹的末 这边另外在一些盘式的部分 我们选择的是黄卷生菜 新鲜的黄卷生菜 这边做一些适当的盘式 这边还有淹过的罐头的樱桃 一颗一颗的樱桃 这瓶里面是百里香 百里香也是用来加重它的味道 以上就是制作普罗旺斯 游风鸭腿这道料理 所需要的材料了 浪漫的情人节 在大家的印象当中 就有烛光 就要有一些西式的料理 对不对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夏之伟师傅 特别要把他从法国 兰代厨艺学校 学到的一些西式的料理 介绍给大家 尤其是大家对法国的东西 比较陌生 因为餐是常常吃到 可是像法国历史上 前面好看的电影 圣女贞德 对不对 法国片 但是我们知道说 其实在法国菜里面 有很多东西 大家都很喜欢吃 尤其是像情人节 圣诞节 大家最喜欢去吃法国菜 但是聊这么多 我们不妨为师傅做餐 对不对 我们赶快来看看 一边做的时候一边再来 让大家充分地了解 基本上如果说 我们观众买回来 是一只全鸭的话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买好的鸭腿 但是它是生的 那回来之后 我们要加这个白底香 好 跟这个盐 跟白胡椒粉 我们先要把它腌制一个晚上 也是跟一般就是 买回来的食材一样 用这样子的调味料 稍微这样子抓腌 抓它一下 然后稍微泡一个晚上 要泡一个晚上 对 然后到了隔天的时候 就是我们就可以开始做 孔独 孔独就是油风的这个动作 好 那这个鹅油来讲 大家可能想说鹅油 什么叫鹅油 刚才就鹅的油嘛 对 鹅的油 但是一般来讲 我们不自己做 我们都是用这个进口的 我们直接从进口商 直接把这个鹅油买回来下去 对 好 我们这个鹅油 鹅油加在锅子里面去 那当然除了这个鸭子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 它的所谓的鸭鸭 搭配的蔬菜 就是它的配菜 搭配的 对 那有时候你喜欢用 这个鸭鸭鸭 青花菜 红萝卜 这个小的萝卜 也都可以 是 就是看个人的口味 口味 对 好 现在的油温 怎么样来看 其实差不多来 对 没有带温度 但其实我们以 比较说没有温度性 我们怎么看 它这个油面开始静止了 静止的时候 其实温度其实已经很高 不在改动了 对 那鹅油跟这个沙拉油 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的耐温 比橄榄油还要再强 好 但是我们在这个 做困擦油风的时候 它不会因为它的这个 油脂去改变 而把这个鸭腿把它弄得 这个风味破坏掉 非常的硬这样 对 好 油温好力后 还是一样会有这个 这个好像我们在 炸煮食物一样 是的 这样子油爆的感觉 像这样子的话 就是温度要降下来了 开始要降下来了 对 OK 不用让它 挤太多的油爆 对 是的 对 是不是 因为挤太多的油爆的话 变成它这个表 不会太过于硬 是 就开始变成酥了 对 好 那像这样子 我们事前已经处理过了 现在重新下去 空焯的话 需要花多久的时间 这个大概只要是 五分钟就可以 五分钟就好了 它就可以透到里面去 OK 好 这样子呢 它事间已经腌制过了 对不对 所以它的味道整个入到这个 鸭腿肉里面去了 然后呢慢慢用这样子 很温的温温 其实这样子来讲 这个怎么样知道说好不好 touch一下它的这个表皮 其实它慢慢的已经在这个 会变得说蛮酥的 是 好 这样子慢慢其实就已经快好了 那现在在这个油缝的当中 我们就是来做这个炒这个盘式 盘式 炒一下盘式 对 炒一下盘式 就是我们这个配菜 我们用这个稍微一点点的butter 不要用橄榄油了 好 因为这个的话比较像 有没有韩味的 是是是 像这个小红萝卜有先这个水煮过吗 对 水煮的时候就是加一点盐 好 颜色非常漂亮 对对对 就是等一下搭配起来的时候 会非常的美观 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是的 对 好 那这样这样子的蔬菜 基本上它已经是熟着了嘛 对 我们就是用butter把它sotay 就是把它对炒得炒得是更香 对 好 接下来就把它放到盘子上了 盘子上面 其实我觉得在吃这些欧式的料理 西式的料理上头 我觉得它那个盘式 更能够展现出来这个师傅本身的一个 他本身的一个性格 这个时候这个团肥已经好了 对 把这个很小 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个这个表面 压腿 对 整个是已经都已经好了 酥脆的感觉 对 酥脆的感觉 那我们要让这个油稍微干净 对 沥干净一点 那如果说太急鱼拿起来 就是吃的话 可能整个嘴巴都是油 那而且也非常的烫 对 说这个菜算是在制作前置方面来讲的话 就稍微注意一下 其实这样来讲的话 这个就是完成了 就是用这个螺旺丝的油风药 那如果说我们有一点这个 黄卷生菜来讲的话 就是更能够去凸显它的这个造型 这个效果跟造型 好 可樱桃 加一个樱桃 那我们这边有这个新鲜的荷兰芹 盘式再稍微做一个加强 然后这个情人节的效果就会更显出 有红的 有绿的 有黄的 看多棒的一个 端出来了以后 整个情人节的气氛散发出来了 也在Provence的这个 对 这个油风鸭腿 其实有时候看到那个欧式的餐点 它那个盘式服务那么漂亮 真的有点不忍心去破坏它 对 尤其他们这样随意这样要 这个盘子做好的时候更漂亮 所以照理来讲 应该是一人吃一只鸭腿嘛 是 对不对 但是今天我们只示范一只 是 还要分享 所以是不是麻烦 没有问题 师傅 你来帮我们分配一下 那你会建议像一般消费者 比如说像我们吃到这样的菜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从来 它这个来讲的话 它中间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环骨在这边 对 我们都不先从这边开始 我们都从它的这边开始 旁边 肉的部分开始 对 开始 你看我拉起来就是一丝一丝了 就像鸽子的鸽子肉的感觉 是 尤其是像法国人很喜欢吃野味 是的 对 兔肉 鸽子肉他们都很喜欢烹调 好 赶快来尝一尝这个鸭肉 看看经过游风之后的感觉 非常的酥 不像我们一般传统的观念里面 吃到一些 比如说港式烧鸭啦 那样子的 是的 对 会有那么油的感觉 尽管它是用油封过的 但是吃起来没有那个 那么油油的感觉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它在吃起来的时候 它发现觉得它很酥 酥酥香香的 这个口感吃下去它也不沾牙 虽然看起来好像一丝丝 但是一点都不沾牙 很酥 等于是它的这个特色就是 我们基本上的观点来讲 它的肉质已经非常的松散 可能会捞起来的时候 好像整个会掉了 其实是不会 就是油温控制很重要 只要油温做得对的话 就可以做出一模一样的鸭汁 少了一样东西哦 师傅有没有觉得吗 少了一样红酒 少了一样红酒 因为在吃法国菜的时候 你少了红酒很寂寞 不过如果你跟家人跟朋友 做分享的时候要点个红酒 是的 那你该会非常快乐的情人节 对 是是是 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 你的大师傅 来做这普罗旺斯的 油风鸭肉 来吃 普罗旺斯油风鸭腿的制作大纲 首先我们将鸭腿买回来之后 用白底香 盐 白胡椒粉 稍微抓腌一下 浸泡一个晚上 等到隔日 将锅子里面加入了鹅油 鹅油的温度 加热到180度左右 然后把已经浸泡好的鸭腿 整只放在油里面 持续地加温 用如此的方式来游风 大约三个半小时 等到鸭腿的外表 已经酥香金黄 里面的鸭肉 也都已经熟透之后 就可以将鸭腿拿出来 摆在盘子上 同时在盘子四周 搭配一些其他新鲜的蔬菜 做成美丽的盘式 就完成了这个 普罗旺斯油风鸭腿了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墨鱼干贝卤笋面 这道料理所需要的材料 究竟有哪些 首先我们先看到 煮材料的部分 这边是墨鱼圈 我们把墨鱼切成 一圈一圈的墨鱼圈 在这个位置 另外这边是鲜的干贝 我们大概需要四五个鲜的干贝 另外在绿芦笋的部分 我们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 用斜刀的方式 切成一段一段的放在这边 这三个放在旁边 另外我们需要准备 一大碗的蒜蓉 也就是蒜末 把蒜切得非常的细 非常的细 放成蒜蓉 放在这边 另外我们在调味的部分 我们需要一点点的这个白酒 用白酒来提它的味道 这边看到的是少许的香菜 我们摘取香菜的叶子 把它放在小碗里头 另外呢 这边是九层塔 我们把一片一片的 九层塔的叶子 把它摘好了以后 清洗干净 放在这个地方 这边我们最后 在一些盘式的部分 我们用一些新鲜的茴香叶 把茴香的梗 把它去掉 用叶子放在这边 这边我们今天用的是 圆的这样子的意大利面 圆条状的意大利面 在调味的部分 这边还有一点点的白胡椒粉 少许的盐 以及橄榄油来做料理 以上就是制作 墨鱼干贝卤笋面 这道料理所需要的材料了 这个过情人节 不能够光吃一个鸭腿 就了事了 是不是 还要搭配一些煮的食材 特别是像在这西式料理 像不管是意大利的面也好 或是法国的料理也好 都很好吃的 而且很多人常常吃到 像意大利的面 好多好好吃的面 怎么做呢 今天我们就要请教夏师傅了 夏师傅要教我们 可是夏师傅 你是法国学会来的 你对于意大利面 其实法国到意大利是蛮接近 所以同样的在那边 巴斯塔也是很多人 主食 对 跟他们来说 而且像国人 我们常爱吃 比如说不管是大炉面 一般的是炸酱面 但是对法国来说 或意大利 他们的面其实有些味道很相近 是的 但是怎么做呢 就看材料了 对 像今天这道面是 我们用的是这个 斯佩基迪 斯佩基迪它有好几种型号 对 像这个型号的话 就是它比较细 一般来讲我们用 对 用九号 然后用九号 九号的话是最刚刚好的 这个是很重要 新字化了 在买这个斯佩基迪的时候 它都会有这个型号的 在上面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用的是 圆条面 用斯佩基迪 好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是墨鱼 墨鱼 那这个很重要 墨鱼跟中卷不一样 它这个是比较小的 对 它是新鲜的 那中卷来讲的话 就是它比较大 比较 就是大概你切起来一圈 会很大 对 所以这个的话 是墨鱼本身的话 就是它比较小 我看到这样子的宽度 其实就知道 这一卷大概是多大了 对 而且今天还搭配干贝 墨鱼干贝 这个大干贝 新鲜的干贝 新鲜的干贝 跟这个新鲜的卤笋 那卤笋买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稍微斜切一下 不要切得太厚 太厚到时候 手对起来的话 吃起来比较粗 对会比较这样 OK 那这个菜 这个面是很简单的 好 那我们要用这个 是橄榄油下去炒 这个我们就不用鲜鱼 它不用鲜鱼的原因是什么 不想要那么浓厚的味道 因为它本身跟面 搭配起来味道是不对的 而且意大利很喜欢用橄榄油 是的对 对对对 那第一个橄榄 挺有名的 所以橄榄油 那我们这个油 先下去热一下 但是不要太热 因为太热的话 等一下因为我们要先爆炒 这个蒜头 蒜碎 是 好 今天有这个蒜 蒜 蒜蓉 所以各位家庭主妇呢 可以一边经由这个 夏师傅的介绍呢 一边来看一下这个材料 是 在这个称呼的名称上面 稍微一边插着 夏师傅称呼它为蒜碎 其实是我们一般讲的蒜蓉 蒜末 这个蒜头 下去爆炒的时候要注意 火候如果太大的话 很容易烧焦 好 我们这个墨鱼先炒 先把墨鱼放下去 稍微炒一下 那待会儿会需要用到白酒 白酒 这些身上 常常我们吃到 道地的一些面的时候 那师傅放了什么料呢 就可以在这边注意了 好 稍微炒一下 不要炒到很老 好 很老的话就很难吃了 好 再来我们这个干贝就像 同样的 这个干贝下去爆炒的时候 也不要炒到太熟 那太熟的话就用的是很难吃 是 对 好 再来这个芦笋 好 所以先放这个墨鱼 然后干贝跟芦笋 对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 怎么样我们来煮这个面 对 这个面来讲我们以水滚七分钟 刚刚好 水滚七分钟 对 然后要加盐 为什么要加盐 不是让它有味道 盐是让面条有紧缩的作用 吃起来这个芦笋 吃起来不会 很松松 不会糊糊的 烂烂的 这个很重要 一个小小的一个盘式 那今天是因为海鲜 所以搭配一点白酒 是的 对 所以芦笋等于是 有人说水煮七分钟 对 水滚开始算七分钟 然后少许的盐跟白胡椒 调味的部分倒是蛮简单的 对 蛮简单的 稍微比较淡一点 是 口味稍微比较淡 这时候音乐已经响起来了 跟你的女朋友 或者是跟你的男朋友 不管是谈什么 总是情人节 所以很有气氛的 是 而且你可以在自己家里 做这样的菜也蛮棒的 招待朋友 那我们做意大利式的炒面来讲 我们像这个pasta来讲 我们不像做美式的意大利面 汤汤水水 我们一定都是干的 我们不像可能你可能到说 做美式的海鲜面 或者是类似这种 鲁笋墨鱼干杯面 它一定都有醬汁 对 这个是美式的 那我们做真正在意大利式的 这个pasta来讲 一定都是干的 我们绝对不会做的汤汤水水 对 好 稍微炒一下 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这个已经都很好看 有点胶色 上了颜色了 那这样就可以 那我们现在要来盛盘 好 进行盛盘动作 对 好 盛盘在这个西式的料理 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环 是蛮重要的一环 先把主材料 意大利面稍微把它拿上来 在拿的时候呢 夏师傅今天用的是一个 它的特殊的一个工具 一个大的叉子 叉子把它卷起来 卷起来 所以呢 这样子排出来了以后呢 这样子的面呢 会变得比较整齐 对 就是一个 有一个造型出来 是 再把这个 适时的这些 墨鱼跟干贝 这个材料把它 非常敷补 敷在上面 敷在上面 抱起来 我这个可以 用一个 那我们差不多 这样子 它可能是炒的时候 分量可能会多一点 好 但是如果说 吃不够 当然再来 再来就可以这样 好 那再加点这些调味 吃不够没有关系嘛 对不对 吃不够的话 大家就跟女朋友讲 没关系 我们去小酒馆 师傅还把这个 九层塔先炸熟 那这个 这个杯手 就是九层塔 那我们就把它 炸得酥酥的 放在这个上面 作为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装饰的作用 而且口感也很好 是 然后再 重量地 撕一点点 黄卷生菜 拆成细丝 撒在上面 撒在上面 然后河南芹 同样地 撒在盘子的四周 在下食物的示范之下 还有一些材料留下来 再放下来 对 这道意大利的 墨鱼干贝 卤薯面 这样就算完成了 非常的 这道料理就这样子制作完成了 赶快让我们来品尝一下这个意大利面 对 在情人节的时候 当然就是男生帮这个女生做这个服务 那我们服务要做漂亮一点 不然你想可以炒出好吃的面 最后 是比较球一点 就是逊了 可是这个意大利面之前这样子整个卷起来 好像现在分起来的时候 可能技巧上必须要稍微掌握好一点 对 就是一定要把它摊开了 先把面摊开 因为已经欣赏过它的美观了 而且电视机器的男士可以学一学 因为可能你会负责就是把这面分给女朋友 对 对 对 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吃意大利面呢 也有一些学问在 对不对 也有一些学问在 来 我刚好去拿一个道具过来 好 那我们就把它卷成一个小小的卷 然后配上一些 干贝啊 还有墨鱼 材料 配点芦笋 一些芦笋 是 而且两个人血有的时候不会太腻 对 我们常常觉得一个人吃好像又太饱了 两个人 越大风都有前菜啦 点心啦 沙拉 再吃到主菜跟面食都会太饱 在一般这个观众朋友呢 如果在店里头呢 经常会有机会吃到这个意大利面 可是呢 我常常会看到很多的观众朋友 吃意大利面的时候 他知道旁边给他的叉子 他可能会觉得啊 叉子用起来非常的爱手 反而更希望自己当时有一个筷子在 吃起来更会顺手一点 很多的朋友啊 吃这个意大利面的时候 总是拿起一份的意大利面 然后呢 用叉子插起来 然后呢 用叉子插起来 然后这样子 这样子挑 可是怎么样都不会把这个面 挑得非常的恰当 这一点呢 在我刚开始吃意大利面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的感觉 可是后来呢 我到了国外去看了一些 这个意大利那边的一些朋友呢 他们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他们会一手拿了一个汤匙 另外呢 一手拿了一个叉子 把这个意大利面啊 用叉子先插一个适当的份量 然后呢 把叉子尖端 抵住这个汤匙 直接卷 卷卷卷卷 卷完了以后 这样子捞 捞起来 刚好就是一口的份量 整个卷在这个叉子上头 这样子吃的话呢 也不会觉得量多 也不会最后还要跟吃这个 日式拉面一样 还要有这种稀的动作 看起来挺糗的 不 我们赶快尝尝看 夏师傅做这道这个菜啊 真的很有意大利的感觉 为什么 您刚才用的是橄榄油 是不是因为橄榄油炒出来以后 它整个油包裹了面上头 所以它那个味道 对 等于是我们在吃这个 橄榄油的时候 会有橄榄油的香味 我想知道才可以推荐给 电视线的观众可以自己动手做做看 是是是 因为其实刚刚师傅操作并不是很复杂 那我觉得家里面情歌蛮适合的 因为可能朋友都到了 你面先烫好 那料要做的时候要上菜 其实就不会那么复杂 那跟家人跟朋友分享都会很好吃 很香啊 清清淡淡 好吃的意大利面 其实煮起来并不困难 对不对 今天夏师傅介绍我们的是 正统的义式的意大利面 究竟怎么样来做 我们谢谢 夏师傅 谢谢 谢谢 墨鱼干贝鲁榫面的制作大缸 首先我们先烧开一锅水 然后将圆的意大利面条加进去 煮七分钟 捞出来 撒上少许的橄榄油 放在旁边备用 接着我们将所有的材料切好 放在旁边 然后在锅子里面加入少许的橄榄油 先将蒜末爆香 然后加入墨鱼干贝青芦笋段 依序翻炒 最后淋上少许的白酒 然后加一锦煮好的意大利面条加进去 适当的调味之后 盛出来摆在盘子上 做好旁边的搭配 就完成了这一个充满了意大利风情的 墨鱼干贝鲁笋面 嗨 大家好 想吃好吃的甜点吗 好吃的甜点就在十全十美 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金牌主厨 梁淑莹老师 还有十八年的丰富教学经验 现任台北市农会的讲师 驻有很多的食谱 包含了烤箱啦 微波炉等等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黑豆糯米饭这道料理 所需要的材料究竟有哪些 这边看到的是糯米 我们准备三百公克的长糯米 把它放到这边 另外呢 这边大约是二分之一杯的黑豆 一颗一颗的黑豆 这两样材料呢 如果想要煮的好吃的话呢 一定要事先把它洗好了以后 先拿水把它浸泡一下 另外我们这边准备 大概就是一百克的砂糖 摆在这边 另外有一大杯的椰浆 以上这些材料 就是制作黑豆糯米饭 所需要的材料啦 其实有很多天然的食物 如果把它们做到点心里面 做到菜里面去 本身就能够吃到食物 本身自然的风味 又能够把营养吸收进来 尤其是像现代人忙的 常吃到一些摄树添加物 但是天然的东西 其实是最香的 最原味 今天这老师要帮我们示范 这个原味这个黑豆糯米 非常香 黑豆糯米饭 对对对挺特别的 对黑豆蛮营养的 你在外面如果买到一些 其他材料 你不知道它怎么做的 对 总之有点点担心 对 但是经过老师的说明 介绍之后 自己动手做做看看 绝对是原汁原味 而且我们尝尝看看 今天这些怎么做 讲到过程 我们看到黑豆 要不要先泡水 这个黑豆最少泡六个小时的水 六个小时 它很耐煮 很耐煮 煮了 基本上它跟 如果跟其他豆类来比的话 比红豆还稍微耐煮一点 所以要泡更久 六个小时 其实你也可以说 你不用泡 然后有一个方法就是说 你直接把它洗干净以后加水 然后放到炉子上 然后开火 滚了以后把它闷着 闷着以后 然后继续再 再闷到大概半个钟头 然后再开火 再煮一下 这样子的话可以节省时间 效果也不错 不过像在这边 因为我们好奇 就是像这个黑豆糯米 为什么要配黑豆 还有特别的意义吗 其实你也可以配红豆 红豆 但是我今天是觉得 因为我们很少人会拿黑豆来做点心 但是我觉得黑豆很有营养 营养价值很高 很高 对 而且这样吃的话 又不会吃出它那个豆 有的豆生 有的会怕那种豆腐味 你像那个郭岳英老师他就告诉我们 其实黑色的食物对于皮脏 肾脏蛮好 肾脏蛮好 黑色的食物对肾脏蛮好 其实黑色的食物对骨质出松也不错 是 就是年纪大的骨货腸 对 好 我们赶快来动手做做看 糯米一起来做 糯米也是要泡水 糯米也泡水 泡多久 那今天我是泡六个钟头 六个钟头 那可以像冬天的话比较冷 我们可以泡到八个钟头 是 隔一个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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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洗好了以后 糯米洗好了以后 泡了一夜 然后呢 干蒸 干蒸 我今天没有加水去煮 因为加水去煮 做出来的那个点心 比较会黏黏糊糊的 我不太喜欢 是 好 这边呢 有一个名词解释 叫做干蒸 干蒸 如果呢 我们把它直接搭配个水 一起去这个 放在电锅里蒸 就是水煮的 水蒸 直接水蒸 对 今天呢 老婆在这边 有一个这个蒸锅 我们就把那个水 泡水泡完以后 你就把它滤干 滤干以后就铺到这个纱布上 里面 蒸笼里面 先预先放一块纱布 然后把这样子的 泡好水的糯米饭 把它排上去 那你会看得出来 这个饭不是这样子 黏黏的 而是有一粒粒的那种感觉 非常好 每一个米形会比较饱满 这样的感觉 很像我们泰国米在厅上 会滩滩滩滩滩滩滩 好了 这样子蒸好了以后呢 蒸好以后我们把它倒回来 好 把它取出来 OK 我们这个糯米饭我们蒸好以后 我们就把它加上椰浆 直接把椰浆倒上去 大概300公克 大概加上一杯的椰浆 好 今天是做甜点嘛 对 拌好 把它跟椰浆搅拌均匀 好 另外我们就加上 这个煮好的这个豆子 好 煮好的黑豆 OK 看看这煮好的黑豆 黑豆整个煮起来还膨胀 因为还要再蒸一次 所以我们这个黑豆 可以不用煮到非常辣没关系 好 大概不用太烫 大概也要煮多久 大概不用太烂的话 大概也要煮多久 大概我通常的话 我就是把它焖 就是煮开了以后 我焖个30分钟 然后再开火 再煮个10分钟就好了 好 跟刚刚这煮好的黑豆 拌在一起 好 那我们再把它倒回去 好 直接把这个黑豆 把这个蒸锅放进去 再蒸 再蒸一次 再蒸要蒸多久 再蒸20分钟到时 也是不加水吗 没有 里面不加水 直接是隔水蒸 不是说外面还是干蒸吗 外面这个锅要放水 外面锅有水 不是材料没有接触水而已 材料不放水 但是锅子一定要放水 OK 现在我们就把它盖上锅盖 在里面继续再蒸 对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终于蒸好了 我们要看看蒸得怎么样 哇 这黑豆糯米 好 我们现在可以加调味料了 直接把调味料加进去 因为那个糯 需不需要把它拿出来加 可以 好不好 来 我把它拿出来加 比较好拌 因为那个糯米 假如说还没有熟的话 就把糖放进去的话 那个糯米就不会熟 对 因为加了糖之后 糯米就不容易熟 对不对 所以好了之后才加糖 黑豆也不容易的 是 所以我们拌好了 好 好 我们现在拌匀了以后 再把它倒回去 再蒸个十分钟 再重新放回去 继续蒸 对对对 把那个糖蒸到融化 好 OK 好 然后完之后再倒模子 对不对 对 来 我们现在把它放进去里面 蒸 再蒸个十分钟 待会拿出来 我们就可以做最后一道手续了 现在我们再等十分钟 它就可以蒸得好了 十分钟过去了 我们现在打开 我们看到之前的糖 好像已经全部化掉了 已经融化了 融化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来整形 今天是做点心 对对对 其实本身因为糯米饭 搭配黑豆的关系 所以它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来蒸 像这个等于是可以放我们一般的 保鲜膜的纸就可以吗 对 保鲜膜就可以了 保鲜膜耐热度蛮好的 好 其实这样子已经直接可以闻到 那种甜甜的 椰姜 香香的味道 而且黑豆呢 对这身体应该是还是不错的 好了之后等于等于 还要切点造型 我们等凉了以后 我们就把它切了 因为现在热热的 比较湿一点 比较软一点 比较软一点 比较难切 等它冷却之后 等凉了以后 我们就切一块一块的 所以呢 这样子呢 就直接把它放到旁边 让它 凉了 自然的变凉 凉了以后呢 就直接倒出来 因为外面包的是保鲜膜 所以很容易呢 就能够拿得开 然后呢 变成是整块的糯米饭 饭块 然后把它切成一个一个可爱的造型 对 把它摆在盘子里头 就完成了今天的 黑豆糯米饭 来 吃吃看 营养无骨类的这样子的糯米饭 尤其是凉了以后又切点造型 蛮漂亮 对对对 切个菱形 看看每一个人家里面喜欢什么造型 我们可以让观众透过镜头 稍微看清楚一点 其实呢 这个青 黑豆呢 切开了以后 青豆 里面是绿色的豆仁 绿色的豆仁 切开了以后是这样子的 这个黑豆呢 真的 煮起来 稍微花点工夫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照这样的步骤 一步一步地来 否则这个黑豆 如果煮不熟的话 一咬下去 把它口感会破壞掉 像这个糯米 因为冷下来也蛮香的 那如果有朋友来的话 喝杯下午茶 配上绿茶 可能都蛮好吃的 非常好吃 谢谢老师 黑豆糯米饭的制作大缸 首先 我们将黑豆和糯米 分别泡水六个小时以上 然后我们将糯米 沥干了水分之后 放到蒸笼里面 干蒸三十分钟 取出来之后 拌入椰浆 放在旁边备用 接着我们将黑豆 放入锅子里面 煮到八分熟 捞出来 沥干 与之前已经拌好 椰浆的糯米饭 搅拌均匀 再放到蒸锅里面 蒸二十分钟 蒸好了之后 取出来 加入了砂糖 一起搅拌均匀 并且把它平铺在 事先抹好油的四方盘子里 再放到蒸笼里面 蒸十五分钟 直到砂糖充分的融化 在糯米饭当中 取出来 等到凉了以后 切成一个一个的小块 摆在盘子里面 就完成了这道 既好吃又有营养的 黑豆糯米饭了 连续一个礼拜 我们为大家介绍了 很多的广东粥 现在我们要换换口味 为大家介绍一些北方粥 其实北方粥跟广东粥 最大的差别 是因为广东粥用的是 蓬莱米比较多 糯米比较少 而且是用事先煮好的高汤 来一起熬煮这个粥 可是在北方 可能因为北大荒的关系 可能是因为 天气比较寒冷的关系 所以吃粥的时候 并不是这么的讲究 大部分 他们用的是清水 来煮这个粥的 同时 在一些食材的选择部分 他们会用糯米的成分 比较多 所以糯米 会比蓬莱米来的分量 稍微多一点 另外很多的时候 他们为了让这个粥 变得更稠一点 更好喝一点 会在这个粥里面 适当地加一些小苏打 譬如说之前 我曾经在北京 住过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 我们家 不管你用 什么样子白的材料 去煮这个粥 结果 用自来水管里头 流下来的水 直接去煮粥 煮完了以后 那锅粥 永远都是黄沉沉的 好像是 有加了腐皮的感觉 结果最后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永远是这样子呢 为什么粥 都变得那么浓稠呢 后来问了附近的邻居才知道 原来是因为当地的地下水 自来水 水碱的成分比较多 所以 在这个水质里面 有很高成分的碱 碱 下去煮粥 很容易的 就能够让这粥 变得非常的浓稠 因此我们也知道了 这样子的诀窍 如果各位想要煮粥 变得比较浓的话 可以在粥里面 加一点小苏打 或者是加一点点碱 都能够让粥变得比较浓稠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个北方粥 跟这个开外小菜 我们来看看它的材料 需要的是哪些 首先 这边是三分之二杯的糯米 三分之一杯的蓬莱米 两种比例的米搭配在一起 然后用九倍的清水 来煮这个粥 另外这边我们有一个皮蛋 一个咸蛋 把它都切成小块 这边呢 我们有牛的里脊肉 把它切成碎肉 碎肉 然后有一小碗的姜末 这边呢 A菜 我们需要四五把的A菜 最后来做一些颜色上的搭配 而至于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 凉菜的部分呢 我们介绍的是干扁青辣椒 我们这边有五根形状 比较好的青辣椒 另外在调料的部分 酱油 糖 乌醋 米酒 还有香油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制作 这两道料理所需要的材料了 我们用一个锅子 锅子里面呢 已经烧开了一锅的水 九倍的分量 记得九倍的分量 煮出来的粥 刚刚好能够让这个粥 变得非常的浓稠 同时呢 我们将事前已经洗好 而且泡了二十分钟的 三分之二杯的糯米 加上去 三分之一杯的红乃米 也给它加上去 记得一定要等到水开的时候 才能够加进去 这样子煮粥的时间 才能够缩短了很多 加进去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盖子盖上 转成大火 把盖子盖上 等它呢 继续的熬煮 让它再开 再次开的时候呢 就转成中火 让它的汤汁不要淤出来 继续再煮 三十五分钟 就能够成为一锅 好喝的粥了 另外一边 我们来洗个炉子 把里面所要准备的一些 牛肉的材料 先来把它做一些 前处理的动作 好 我们把锅子烧热 在里面呢 加进去一点点的 沙拉油 好 今天我们选择的是 这个橄榄油 然后呢 先把锅子预先加热一下 待会我们要把这个 里肌肉 来稍微先炒一下 炒一下 等到锅子热 我们来炒这个东西 好 然后呢 在这个肉的部分呢 我们事先 给它加一点点的盐 搅拌一下 来做调味 好 好 稍微抓一下 锅子也热了 我们将事先准备好的 这个姜末呢 加进去 稍微先爆香一下 等到香味整个出来了 我们把适量的这个鸡肉呢 现在进来一起炒一下 因为待会还要在进锅里面 一起去熬煮 所以呢 这时候我们的肉呢 稍微炒成这个五六分熟就可以了 好 好 肉炒到都已经没有血色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火稍微关掉 火稍微关掉 然后呢 把炒好的牛肉肉末呢 把它给倒出来 注意千万不要炒得太熟了 太熟了 因为待会进锅里面呢 还要再加热 再加热 好 这是我们炒好的牛肉的肉末 我们将锅子的炉火呢 保持在中火的阶段 然后呢 将一只一只青辣椒呢 把它摆进去 辣椒本身吃起来呢 有一股特殊的辛辣味 辛辣味 但是呢 经过这样子干边的处理之后呢 能够让里头的辛辣味 完全地去除掉 完全地去除掉 但是呢 还能够保持这个辣椒 它原本的甜味 原本的甜味 我们来看一下 皮蛋跟咸蛋 其实呢 蛋 大家对它的褒贬不一 有的人说呢 多吃蛋是好事 有的人说呢 多吃蛋是坏事 究竟吃蛋好还是不好呢 其实啊 鸡蛋呢 是一个这个 营养价值非常高的食物 好 我们再回头过来 看一下我们的粥 经过了三十五分钟 粥呢 已经熬到啊 汤稠米开了 汤稠米开了 好 这样子的阶段 差不多经过了三十五分钟 所以呢 现在我们就在把我们事前已经炒好的这个牛肉呢 牛肉的肉末把它给加进来 加进来 然后呢 把这个皮蛋跟咸蛋丁呢 同样的也给它加进去 如果你想这个粥呢 变得更稠一点的话呢 你的皮蛋呢 早加到无法 早加到无法 好 很容易的稍微一搅拌啊 就能够把这些材料 通通在粥里面 给它化开 牛肉在我们之前炒的时候呢 已经加了一点点盐 加了一点点盐 所以它有一点点的咸味 咸蛋呢 本身也有咸味 在继续煮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会继续释放出来它的咸分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调味呢 就不用调得太重 稍微加一点点盐 稍微撒上一些胡椒粉 然后把它再搅拌一下 继续让它煮到完全的熟 完全的熟 这时候我们这边 干扁的青辣椒呢 也做好了 也做好了 我们就把一根根 煸好的青辣椒 加到盘子里面来 进行排盘的动作 稍微加一点点的油 我们来最后做一些这个 淋汁淋在这个青辣椒上头 然后呢在这个锅子里面呢 加上一点点的酱油 一点点的醋 一点点的糖 还有少量的米酒 这个锅子开始燃烧 让里面酒精的成分呢 能够充分地把它蒸发出来 蒸发出来 这样子这个酱汁呢 酒味就不会那么的大 酒味就不会那么的大 我们把酱汁淋在之前 干煸好的青辣椒上面 好 同时呢 我们也把之前做好的这个牛肉粥呢 这时候最后要吃啦 我们把已经准备好的这个A菜 把它加进去 因为牛肉呢 本身还是有热度的 所以呢 最后再把这个A菜加进去 只要稍微搅拌一下 粥的温度就可以把青菜整个给烫熟 如果我们之前呢 就直接加进去的时候呢 或许这个青菜呢 会变得太老 好 稍微搅拌一下 等到这个A菜的颜色 从原来的青绿色 稍微变成 颜色深一点的时候呢 这个A菜就已经熟了 好 我们可以把它盛出来了 绿色的蔬菜 搭配着这个咸蛋 皮蛋 想想看 在天寒地冻的北方 如果能够在春天的时候 喝上那么一碗 双蛋牛肉粥 吃上那么一个 嗯 有了甜味 但是没有辣味的干扁青辣椒 是不是非常舒服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给你的料理 双蛋牛肉粥的制作大缸 首先 我们先将牛肉切成碎块 加入了少许的盐 调和均匀 皮蛋 咸蛋 剥壳切成块 A菜洗干净切成小段 姜切成末 然后我们在炒菜锅中 加入了少许的油 先将姜末爆香 然后把拌好的牛肉放进去 略微炒到五分酬 成为松散状 盛出来备用 接着 我们先将九倍的水完全煮开 然后将 事先洗好浸泡二十分钟的米 加进去一起滚煮 等到水完全滚了之后 再将火改成中火 继续熬煮三十五分钟 等到粥完全熬好的时候 再将我们事先已经炒好的牛肉 还有皮蛋 咸蛋块 一并的加入粥中滚煮 等到起锅前 最后再加进去A菜 稍微搅拌一下 就完成了这一个双蛋牛肉粥了 干煸青辣椒的制作大缸 首先我们将青辣椒洗干净摘出了地头 然后放到热锅中 用小火慢慢地干煸 直到两面焦黄熟透为止 等到熟透之后 我们将干煸好的青辣椒夹出来 排在盘中 然后利用锅子的温度 继续将调味料加进去 一起搅拌均匀 趁着调味料还热的时候 淋在干煸好的青辣椒上头 就完成了这一道干煸青辣椒了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 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